很快又到國慶了 現在馬路上都掛滿了國旗 真是很有節日的氣氛 今天來泉中山最多小食的鎮區 Hello 各位 來了沙溪 我來沙溪不吃地道的小食 順便要買奶了 一說起沙溪我就會聯想在沙溪涼茶了 一有什麼頭暈新興 媽媽第一時間煮沙溪涼茶 在沙溪真的到次都有買涼茶的攤檔 來到一口中巴沙溪總站 旁邊那條街就到我今天的目的地了 港頭村 過了牌坊的第一間 你就會看到這間冰陵食店 絕對是沙溪鎮的老字號 餐牌在這裡都挺多選擇 點了兩份經典的糖水 椰汁冰花凌閣7元 綠豆沙湯丸8元 旁邊還有一間沙溪早廟 之後再來沙溪的第二站 紫軒甜品店 我今天去的地方全部都很經典 沙溪就是當這些懷舊的小食 懷舊的小店 紫軒定時會出新鮮的炸菜 現在還有麻辣湯 點了一隻蒜香炸雞翅 一口咬下去真是韜韜脆 點了一個經典的豬腸粉 但是那一扎胡椒真是很辣 一個粉腸雞絲粥 我不明白它的粥為何要放辣椒圈 點了一碗經典的豆腐花 這碗豆腐花真是超滑 如果你是懷舊的人 不妨過來沙溪走兩轉 肯定會找到你想吃的小食 但是有些味道可能已經變了 沒多加辣椒